新闻首相代言雷克恩都在台中大雅区日前发生了一起 小货车和外送机车碰撞车祸意外 其中外送员是当场谈飞 不偏不倚直接掉落在货车车斗内 此外在今天清晨台中台湾大道往工业区路上 也发生了自车连环车祸 根据了解呢 依次是小客车驾驶开车时候一时恍神 结果造成了追撞 这撞几里之大连最前方的连接车驾驶 也下了一大跳 行车记录器看得出来 驾驶已经在停等红灯突然 一连串的撞击撞到驾驶不停咳嗽 蓝色字小客车后车厢载着大把大把的空心菜 准备要到市场去卖疑似一时心急恍神 造成连环车祸 另外新急的还有这里 台中市大雅区一辆小货车要左转 对向一名执行的外送员 傻车不及直接撞上 外送员被撞飞 机车上载送食物的袋子 货车上载运的货品全都弹飞到路面上 而被撞飞的外送员不偏不倚 直接掉落小货车车斗里 也还好因为掉在车斗里 外送员只有手脚擦错伤 送衣之后没有大碍 记者台中综合报导